玉里正一间加油站发生了消费纠纷 一名家住高雄的正姓男子 反程途中前往加油 在收钱的时候呢 他坚持说他有加到800就好 不过这个员工呢 说他听到加满两个字 这个男子说他身上只有800块钱 他不愿意付多出来的油钱 事后加油站愿意帮男子 把多出来的油给抽出来 男子不但反悔 还攻击在场的园警 最后被移送法办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是你干嘛 你干嘛 你要干嘛 身穿灰色的衣服 正姓男子手上拿着一支笔 就要往远警身上过去 远警健壮赶紧用辣椒水制止这名男子 这就发生在玉里正大宇加油站 这名正姓男子因为加油问题 与加油站长发生口角的纠编 警察接获报案到场劝说 不过正姓男子不听劝戒 就随即持笔朝流性远警攻击 流行远警立即港管县厂处理 到场时发现 正男因为加油备用的问题 与加油站员发生口角纠缝 经流言到场调节 为证明不听劝诫 随即持笔朝流言攻击 流言便以辣椒水方式 即时制止 并无受伤其次发生 由于证明持以攻击远警的行为 一构成法案公务 本案依警寻后 以法案公务罪 遗受发生地检署侦办 原来是证明正姓男子 返程途中前往加油 但就在收钱的时候 男子坚持有说加800就好 但是员工说 他的确有听到加满两字 男子声称自己身上只有800元 不愿付多出来的油钱 事后加油站愿意帮男子 把多出来的油抽出来 男子不但反悔 还攻击在场远警 最后被移送法办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